这里是福建一套综合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帮帮团 帮帮问答聚焦民生大小是解答群众需求是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屏幕右方的二维码提问留言 我们将会帮您寻找答案 为了贯彻落实健康福建的战略要求 降低福建省市领女性宫颈癌发病率 福建启动了市领女性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 而且该项目还覆盖了全省各县市区 那么这一次免费接种的人群范围是怎样的 什么时候可以接种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的帮帮问答 帮帮帮这里是帮帮问答 帮你所问 打你所需 为了降低福建省市领女性供颈癌的发病率 省卫健委联合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复联纳与近期共同启动了 市领女性仍入投流病毒 也就是HPV疫苗的免费接种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不过有些家长也问了 那我如果给符合条件的孩子去预约接种呢 别急 我也替大家去咨询了一下 省卫健委附优处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各地市教育部门正在摸清自愿接种疫苗的人数 预计在9到11月份完成第一针接种 其次呢 HPV疫苗免费接种的为两剂次 对于接种人数呢 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符合条件 在资源的情况下呢 均可免费接种 可以及时关注学校发布的通知 进行报名 由于该项目呢 刚刚启动 后续呢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门 卫健部门和复联等官方渠道呢 获取相关的信息 那此次呢 是针对13周岁到14周岁半的适流女性推出的利好政策 那对于超出年龄限制的女性呢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线上预约 此外呢 对于二架 四架 九架 三种HPV疫苗呢 在我国内地的市种人权也更不相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行接种 HPV疫苗呢 虽然能够有效的预防供给癌的发生 但是啊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无论大家是否接种了疫苗 都要定期做好 供险还在筛查 积极预防疾病的发生